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和电脑买更大存储版本的价格就要贵很多 那很多小伙伴就会想到网牌 有网就能上传与下载非常方便 多个设备登录同一个账号就可以实现共享 但是网牌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速度问题 现在觉得大部分的网牌如果不生会员的话 下载和上传速度只有100KB每秒左右 长个照片都要等半天 比较了解数码产品的小伙伴可能会想到NAS私有银牌 简单来说就是在自己的局域网 添加一台大量存储和专门系统的计算机 共有全线的内网和外网计算机访问这些文件 相当于把网牌搬到本地 自己创建一个仅供自己和经过授权的人使用的网络硬盘 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NAS很多功能也用不上 有多端访问 文件加密 相册管理 外网访问 基本这些功能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需求是容量合理 质别核心功能的个人硬盘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 肯定是有的 这几天雷克上推出了存储新系台时光机M2 就是我手上这一款 那么这个新型号所生产的存储新型台到底在哪里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接下来个开箱 盒子还是比较简洁的 正面是产品图和容量 背面则是一些特性介绍 有500GB 1T和2T三种容量可选择 满足手机备份 相册上产这些需求还是没有问题的 雷克上M1和M2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 M1是一个小主机需要外接硬盘使用 M2则是在个人云盘的基础上内置了固态存储 可自动切换移动存储与个人云盘模式 所以外观上和移动存储设备差不多 整体是一个灰色的外壳 非常沉稳低调 上面是一个logo 前面有一个云朵的logo图案 表明这是一款带有云功能的存储设备 背面则是一个Type-C接口和一个千兆网线接口 在个人云盘模式下 通过电源适配器为硬盘进行供电 先测试一下它作为移动存储的表现吧 我们先来跑一个ASSSD Benchmark 依据基准测试 具体成绩可以看图 这是一个各种类型和大小的文件夹 这也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使用场景及需求 把它写入到M2时光机中 平均速度是90MB每秒 耗时3分30秒 再把它写回电脑 平均速度是480MB每秒 耗时30秒 也可以看到在传输过程中 速度曲线也很平稳 并没有出现其他移动存储设备 在大规模传输文件时 经常会出现的雕塑现象 能满足大规模文件传输需求 当然重头戏还是它作为一款个人名牌的表现 接上电源 然后用千兆网线把时光机接到路由器 初始设置非常简单 在Windows Mac TV以及手机上 官方都提供了相应的软件 首先我们来测一下局域网内的传输速度 支持WiFi6完成满足千兆传输 下载速度为581MB每秒 上传速度是37MB每秒 再把它上传到雷克莎时光机M2中 在10Gbps的接口下读写可以到550MB每秒 局域网模式下写入最高只能到90MB每秒 外网访问局域网硬盘的话需要到外网 传透是需要公网IP的 目前家庭宽带只有中国电信能够提供公网IP 而且申请比较麻烦 不过雷克莎时光机是有官方提供的通道 这对于轻度不愿意折腾的用户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实测在5G网络下 传输上面的文件夹平均下载于上传速度 是2MB每秒 这个速度基本上就与自家宽带的上传贷款挂钩了 一般来说在外面备份个照片 看个视频还是没有问题的 时光机MR的文件管理逻辑也非常有一套 它除了传统的那种文件夹管理模式 还支持时间轴和地理座標分类 对于喜欢旅行拍照或者家庭记录的小伙伴 还是很实用的 时光机MR还可以把文件生成链接 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聊天对象 对方不需要下载软件 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链接的形式 浏览保存这些文件非常的方便 把雷克莎时光机MR作为一个家庭的小型数据库 也是可以的 最多支持10位用户同时访问个人营牌 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其他人是不能访问的 也有共享公共空间 上一代雷克莎时光机哪哪都好 就是硬件配置比较孱弱 除了文件分享 备份与传输就没有别的功能了 这一代雷克莎时光机MR改进了这个问题 雷克莎为它配置的1GB的内存和8GB的闪存 都快赶上入门级别的NAT设备了 所以这一次雷克莎给时光机做了个插件箱 就类似于时光机应用市场 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需要的插件功能 比如共享相册功能 可以创建一个共享相册 还可以添加相应的标签 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公司团建使用 另外就是迅雷下载官方插件了 直接登录自己的迅雷账号 无需额外打开浏览器 添加下载链接就可以直接下载 这在上一代时光机里是没有的 有了这个功能 我就不用天天开着电脑下东西了 对于我这种电影爱好者和游戏爱好者 还是很实用的 后续插件箱还会更新视频转码 威力同步等功能 总的来说我觉得雷克莎时光GMO是一款 有着非常大创新的成熟产品 把个人名盘和移动存储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技能高速存储又可以多终端异力使用 可以说是硬盘与公用网盘取长不断的产品 而且还改进了上一代性能不强的问题 带入了迅雷下载共享相册等插件功能 相比上一代在功能上更加的完善 相信通过不断的插件更新 时光GMO或许会成为连接个人 工作各类数据的中心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数换工商的时机 那喜欢各类数换好物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那下期再见吧 拜拜